潮流帽子 衣服 大家都有 潮不潮 是你這個人散發出來的感覺 嗨 大家好 我是羅志祥 每一次別人問我說小數年已經40了 你為什麼還要這麼搞笑 誰說40不能搞笑 40就變嚴肅了嘛 一定要這樣子嘛 千萬不要被你的年紀而鎖住 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問我現在幾歲 10歲 我自己家裡面有整排的鞋牆 也有整間房間的鞋 總共算下來應該已經破1500 台灣很能養鞋嘛 就很潮濕 所以你要開整個都是空調 就永遠都不穿它這樣 很多人會問你說你鞋買來不穿你幹嘛 我收藏的是因為我愛鞋 回到家我可以看著它擺著它 我就覺得很爽 所以別人說你是蜈蚣 我很開心 公仔房這樣打開就滿滿的朋友在裡面 畢竟公仔他們也要隱私嘛 是 他們半夜會自己玩你知道嗎 我喜歡的草肉藝術家 Caos Caos有一區 有 Bread Break 最多啦 沒有算數量 如果按照藝人來說的話 我說第二不會有人說第一 真的 真的 這個小木本來有一根羽毛在插著 但這個羽毛不見 但還在我家 我一定會找到它 這100隻了 19號 去啊 趕快拿走 趕快幫我處理 我心在躺血你知道 這一隻之前在拍賣裡面已經飆到七位書 我當時也是以原價去購買的 我也是在20歲左右才有一點點能力 開始收藏跟很多的藝術家合作 Android在我唱片的封面就已經是跟他合作了 像Ron English 200幾年的時候在紐約已經看過他的作品 可是當時的我是買不下他那一幅畫 沒想到兜了一大圈之後 幫我做了聯名的公仔 我本來就對於這些流行很喜歡 很多品牌都會贊助藝人 突然間那個店員對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之後這個牌子不能再贊助你了 我們的衣服不適合諧星穿 我是很難過的 我才開始會有這個創業的想法 我以前就說過我不當花瓶 雖然我有這個資格 但我都不要 我曾經說過一句很臭屁的話 跳舞就是我休息的時間 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候 經我們開始一次舞的部分 強大的氣勢 然後讓大家很關注 我根本也沒有想過牙齒舞王什麼的 當你這個封號出來的時候 你好像不能有累的時候 你好像不能有不強的時候 說到26年 我們當時四大天王出來 我是算顏值最高的那個 你發表唱片之後 家裡負債 然後自己本身又欠錢 如果你一直保有偶像的包袱的話 你永遠不會有翻山的機會 搞笑 走這條路 一開始是不願意的 就是覺得很不甘心 可是當有一天 我被一位前輩拿雞蛋砸頭 我那一敲 我開了 就開啟了我搞笑之路 哈囉 他走得很長久 他可以走得比偶像還久 就像我很喜歡牧村先生一樣 牧村偷仔 他在拍偶像劇的時候 他可以很投入在每一個不同的角色裡面 在綜藝節目的時候 他可以扮女扮狗 搞笑 模仿 所以我覺得在不同的行業裡面 不同的職位 你本來就應該要做出不同的樣子給大家看 去讓別人覺得 他是個寶藏男孩 很多人都覺得你總是這麼開心嗎 沒有 我也有難過的時候 但是我希望別人看到我的時候就是 開心 開心 你做任何事情就會很舒服 謝謝